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七家刀法是东方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大瑰宝 在传统武术历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研究意义 台州乱谈是台州本地具有浓厚区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戏剧 行程于明末清初 以乱谈为主 兼唱鲲枪 高枪 灰调 瘫皇等 是全国少有的多生香乱谈剧种之一 有文系武作 武系文昌的特色 群圣时有二十八个班舍 演出作无虚席 此后 迄今沉浮 直到二零零五年 台州乱谈剧团重组 才重新焕发火力 二零零六年 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后 更是大奖连连 迄今为止 台州乱谈已六次登上央视 二零五年 台州乱谈演员朱峰 带着绝活 耍灵子 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 历史剧《七季光》 多次远复国外开着文化交流 好评如潮 让台州乱谈邁上了新的台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